刘老太这边已经招呼着李秀娟夫妻两人快速在大门的过道处搭建起一个简易的木板床来 刘伍妮被放在了上面 刘二郎坐在一旁粗喘着大气 刘三妮看着脸色苍白的伍妮眼泪忍不住掉了出来 有一种吐死胡悲的感觉 伍妮 哭什么哭 哭丧呢 晦气 现在只是暂时的 等他死不了 我自然会让他回房间睡 刘三妮眼神憎恨地看着他们 这几天 他算是尝够了人情冷暖 他们根本就没把他们当家人 伍妮伤成这样 他们还这样对伍妮 根本就不把伍妮的生死放在心上 伍妮 伍妮 你醒醒 我是四哥啊 伍妮 刘老太等人一看是刘四郎 这脸直接拉得老长 个个都厌恶地看着刘四郎 甚至刘老太直接动手赶起刘四郎来 滚 刘四郎 你这个白眼狼 给我从我家滚出去 听到没有 就是啊 刘四郎 你赶紧走 我家不欢迎你啊 我 我是来看悟你的 看人 有你这样空手来看人的吗 赶紧给我滚 清禾 把他给我赶出去 别让他脏了家里的地 四郎 你赶紧走吧 别惹你奶奶生气了 伍妮你也看了 就赶紧走 可伍妮还没醒 他有没有事我还不知道 我 他有没有事关你什么事 他好着呢 死不了 赶紧给我滚 再待在这里我打死你 白眼狼 四郎 别听他们胡说 伍妮的情况很不好 他们怕伍妮死在屋内 所以才把伍妮放在这大门口处 他们分明就是不想管伍妮 想伍妮死 刘三妮的话 让刘老太和李秀娟两人暴跳起来 刘三妮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掐死你 我让你胡说 谁想他死了 刘三妮 你说话可得摸着点粮心啊 他的药钱都是我给的